航天员 锦海鹏 陈州11号两名太空人 首度亮相 默契十足 连挥手的动作都一致 50岁的锦海鹏 已经是第三次上太空 38岁的陈东 则是他的处女秀 我想一定会珍惜 在太空中的每一刻 多看看窗外的美景 看看美丽的地球 现在想想好像有点 有点瀑布即带 有18年经验的锦海鹏 担任飞行指令长 但他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亲人和老人要相互照应 一如外界预期 大陆这次依旧采取 老鸟带菜鸟的组合 传承经验 但要能当上太空人 可不容易 冲击塔楼高四层 有助加强太空人的抗冲能力 除了得经得起大怒神般的考验 接下来的离心训练 才叫残酷 每分钟43圈的高速旋转 承受重力是个人体重的16倍 混蛋吗 我混蛋 另外在水中漫步 是模拟出舱后的失踪状态 还有各项体验式训练 和航天基础理论 太空船操作等课程 算一算在大陆当个太空人 至少得熬上四年时间 才能取得飞天执照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